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原本想谈谈有关法会的话题 但是我发现不知不觉好像好多问题 那原则上这几个星期 我尽量在星期三的佛教Q&A 然后要回答都是相关三规五界的话题或者问题 那么其他他也不是跟界会相关 所以我想不如就今天赶快 有的人的问题好像是会有挂碍的 我就借着今天的早安佛光给大家做一个回答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说这位提问的师姐 她说她的女儿从去年开始就找房 想要买房子 那最近看到喜欢的预售屋 但是隔着六米的小巷道旁边就是一间灵式宗池 有人说没关系 有人说那是阴仔不太好 想请师父从佛法角度开示 宗池会招阴吗 宗池的旁边适合居住吗 好这个问题 如果你说是从佛法的角度 其实如果真的是心中有佛 或者是说你都知道说 我常常心里头是念阿弥陀佛 念佛 念观音菩萨等等 时常是这样子 有佛法的人 其实处处都是 就是说时时是好时 这处处都是好地 并没有分说这是阴这是阳 其实如果真讲 我们肉眼 凡夫肉眼 在六道之中 我们只能够看到人间道 跟我们一样人 其他的畜生道 猫啊狗啊鱼啊鸟啊 动物界的我们看得到 但是其他的天 就六道来说 这都是生命存在的状态 天 人 欧修罗 我们看到哪里 只看到人 天跟欧修罗我们看不到 那三恶道呢 就畜生 恶鬼 地狱 三恶道 我们也只看到一道 就是畜生道 那其他的 这个恶鬼道跟 这个地狱道 我们也看不到 但是你 你会认为说 我们看不到它就不存在 在这个空间之中 就没有吗 其实是 他的形象对我们来讲 肉眼的这个 这个频率 我们看不到 但其实他们是存在的 那我们怎么样 不会像有些人很挂爱 说 我这不小心 撞到什么 犯到什么 冒犯 犯冲 什么这些 其实 我们如果心中 都是尊重 我对所有的 生命 不管 我看得见 我看不见 我都一律尊重 尊重 反而是 结了善缘 对生命的尊重 那当然 从我习惯 我们对有形 跟我们同类 同辈的人类的尊重 其他的 我爱护 其他的动物 等等 我尊重 他们拥有 生命的自由 包含 我不杀身 我不 这个 伤害 或者打 如何 我不虐待他们 而是尊重 他们的生命 从这里开始 到你尊重 比如说 我拿一支笔 我好好的写 这张纸 我好好的用 不要说好好的纸 我不用就丢 你不用 别人有用 他不是用在 怎么样的影印 他可以去做 其他的用途 比如这样 善尽所有的 这些 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我这张的讲 好像有点差远 我是让您知道说 其实生命 有形无形 它都是存在的 我们都尊重 尊重 反而赢得好感 结了善缘 它还会成为一种 保护的力量 所以你说 临世宗旨 这个人家的家庙 祠堂 你说这是因吗 我想这是一个 对历代祖先的一种尊重 所以如果你心中有尊重的话 我刚刚讲 反而他会疼爱我们这些晚辈 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看 基本上 这个就是一个尊重的一个地方 那是一个神圣 你不可以冒犯的地方 所以如果讲说 他这个就叫阴宅 我觉得这有一点 太过贬义的感觉 更何况 以我看 在西方国家 好奇怪 那个墓园的地方 旁边都见那个百万豪宅 那个民宅是很多的 他们很 就西方人 他没有那种分别想 分别心 他们反而觉得这里的环境 就像公园一样 环境很好 甚至于说 这里很安静 那种整个磁场很祥和 像这样子 所以墓园旁边 到处都见的都是住宅区 所以并没有像我们华人 可能有一些习俗 把这个 好像各个阴啊羊啊 区分到那样明显 然后就对婴的 就好像 好像我觉得是有点贬义啦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 学会尊重的 所以你说 如果他真的很喜欢 那个房子 福地福人居啊 表示他跟那个地方 跟那个房子 也是有很好的姻缘啊 所以 关键是你的女儿 不要心有挂碍 因为疑心生暗鬼 如果他心有挂碍 他住着住着 可能哪一天 跌了一跤了 咳嗽一声 他都会觉得 不对了 我住在这边就是不对了 他自己会对号入座 如果他有挂碍 那就建议就还是免了吧 地方还很多 慢慢找吧 但如果他就说 如果师父这样讲 那我不用挂碍啦 如果他觉得不用的话 他也知道 其实我实在讲 护法善神 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力量 但是因为我们尊重感恩 所以他们成为保护我们的护法善神 家宅平安也是要有护法善神的 所以我倒觉得不要在这上头 去挂心 但关键还是你的女儿 能不能接受 不然的话 我刚讲会对号入座的 那就还是免了 好 自己要跟女儿讲一下 把今天的早安佛光 寄给他看就可以了 好 另外呢 再问到说 另外一个问题 说他在 这位观众菩萨说 他在几年前 有像地藏菩萨说 他一个月要送十部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回向给地狱到所有的众生 让他们离苦得乐 升天 这样也算是发愿吗 是发愿哦 那你自己有这样的发愿 你要照着这样如实去做 那如果你说你做不到 怎么办呢 你要跟菩萨讲 我看来实在太忙了 我可能要减少 这个怎么样 减少几部经 或者是说 我就这个回向到 这个月为止 比如讲了 就是说你做得到做不到 你可以持续什么时候 你既然发愿 你就要照这样做 但是发愿也不是那么死板的一件事情 你有心 有这个愿 你就继续做 如果你的 坦白讲 如果你没有心了 你觉得 我实在太忙 我改变了 改变了 你只要尊重 因为这是你跟菩萨承诺 你再跟菩萨 再去做一个最新的汇报 说看来我还是不行 我这功课就好像到这里就为止了 谢谢菩萨 譬如这样子 就可以的 所以学佛你还是要很自在 你不要觉得 我没有 我会不会被惩罚 有一些人 他把佛教 看得跟神权思想的那种 好像把它串在一起了 好像 我没有 我就会被天打雷劈 或者被神明惩罚 如何如何 各位要知道 佛教讲的是智慧 让我们生活的 运用智慧 然后更自在 而不是处处都怕 后面 旁边有什么 什么要来惩罚我 那个不是佛教 各位不要 把它混为一谈 好 这个不同那种 好像 威胁的 或者是 总之 就是好像 是被逼迫着 不得不如何 我想各位学佛 应该知道 我们学的是佛法 学佛法 是善观因缘 这个时候 有什么样的因缘 我们是 很可以去 自己做决定的 好 另外的问题 这位很可爱 他说 穿搭曼衣 是佛弟子受戒后 他认为的 其中的一个挑战 我刚开始 看不懂这个问题 搭曼衣 怎么会是 一个挑战呢 他说 每一次都穿得 像科学小飞侠一样 大概是 没有 没有 好好的去 正确去学习 怎么 穿海青 搭曼衣 怎么 折曼衣 等等 大概没有 好好学 他说 穿得像小飞侠一样 大概这样 斗篷 这样一飞 一套 大概是那样 如果有分解动作的说明 对于新戒指 可能是受用些 确实 确实 是的 就是说你所在的那个道场 如果你已经这样看起来您是受过戒的了 你说你都搭得像科学小飞侠 披风一披 先套上去再受 感觉像这样 你应该要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你可以询问你所在的当地的道场 你说我受过戒 但是我大一好像不太懂 可能又不太如法 我能不能请师父 或者哪一位 善知识教我们一下 这样 你可以去请教 那或者因为您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说 我过去看荣师父 你像我们这个搭海青 折海青 折海青很多种折法 但是我就是看到荣师父的 我们的长老持荣法的时候 他的海青 那个连衣袖都好像烫都烫过一样 但是我知道他不是的 他就折得好就好 我们跟着他学下来 我之后都用那样 那么您这样子讲 说拍下来有分解动作 我印象中 荣师父在讲佛门礼仪的时候 也有讲过 当时也有示范 就法师在批大一的分解动作 妙障法师用英文也讲过 早期我跟满龙法师在多伦多也拍过 但当然这些都历史资料了 我要去把它找出来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连结给大家看 好 原来还是没有回答完问题 时间好像差不多了 我再简单讲一个 这个问题说 他说超金 超好的金书怎么处理呢 他说 好可爱 他说他可不可以把超好的金书 带着 然后去搭邮轮出去旅游 去游玩的时候 就把它放到水里头 让它飘走 这样 他说 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那超什么样的金 比较适合去海里头给它飘走呢 我想你给它在海里头飘 那不是污染了这个海吗 大家不要东西都在海里头放 这个不对劲 应该不是 金书超完 这个如果在过去 因为一般家庭都有一个焚化炉 所以你金书你给它焚化掉 这个本来是最简单 那现在因为我们在西方国家 如果你在庭院里头烧一个什么 人家就报警 叫消防车来 要灭火 这样 所以有的人住在公寓里也不方便 所以现在居住环境跟以前已经不同 所以几种做法 如果你所在的寺院 他说没关系你就带回来 我们一起每个月都会 反正化一些东西一起处理 那你要询问看看 每一个道场真的是不一样 那有的道场说 我可以帮你处理 那OK 那如果没有的话 一种就是说 我还是要 我超晚了 那我在佛前很恭敬的 就是这个 或者是好像回向一样 就是恭敬讲 地址超经 圆满 那在这里要回向 那愿以此功德 如何如何 你自己讲 吃杯洗舌 遍反都可以 然后你把这个经书 有一种就是说 家里头有碎纸机 它直接碎掉的也有 刚刚讲你有焚化炉 直接焚化 没有的话 自己有碎纸机也可以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 我们家里都不方便这些 你把它包好 就是很很 比如说里面有一层塑胶纸 之后呢 用纸张包 把它整个包起来 然后有纸张回收的时候 就交给纸张回收业者 他们带走 因为它之后在这个处理 做成纸箱重新再造等等 都是可以处理 就不得已了 最后就是交给回收纸类的 这种处理 但你把它包好 不要让它好像跟脏的东西 都泡在一起去了 这样 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可以处理 但是我不建议说 我们出去旅游 我就把它丢到海里头去 是不好 也没有说哪一部经 比较适合超了放水流 都没有这些说法 好 今天呢 看起来 好吧 在最后一个问题 说 我要去哪里皈依三宝 这是有一位信徒 观众问 他说我想请问您 我要去哪里皈依三宝 您在沃泰华 我在台湾 我是不是该打电话去佛光山问呢 我曾经在两间寺庙 皈依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做皈依三宝 如果你已经在某一个道场皈依了 那个就是你皈依一定是皈依三宝了 但是呢 我从看你问这个问题 说你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皈依三宝 可见啊 实在说你这样也是有点迷迷糊糊了 就是说你皈依的到底皈依了什么 你皈依之后又学习了什么 你会提这个问题 表示你还是得重新上课 那我建议您 因为您在台湾嘛 你不用打电话来说 要到沃泰华来皈依 因为我们这一次呢 是总本山 我们总本山在台湾嘛 那总本山要为我们举办这个皈依典礼 以及传授五届叫三规五届典礼 所以你应该打电话到我们台湾的总本山 佛光山总本山 你上网查一下 就有佛光山电话 然后你再去询问 说你要皈依 你必须是在现场吗 还是你可以在家里头上线如何 那根据这个疫情 我想山上会跟你正确的答复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日期 就是在5月7号 对不起 台湾是5月8号早上 那还有另外一个资讯给您 您去 我不知道您在是台北呢 中部呢 还是南平啊 高雄啊 等等 你看佛光山的网站 其实呢 我们在台湾有几个啊 南部还有几个道场 我这样看 它在5月份 就是有几个道场 佛光山的 都在举办 归一典礼 那你住在那一区 说不定也很靠近 我们的分别院 你可以上网去看看 按照您所在的地方 靠近哪里 然后电话再去查询 这个应该是比较适合您的 不一定说您看早安佛光就跟着 我们还要跟着总本山 那您在台湾 那不是很幸福吗 你直接去询问就可以了 好 今天就借着星期天共修的这一集 就回答这些问题 给大家参考 那之后有关上规五届的 我还是放到星期三 再跟大家做答复了 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